далее… 濕疹這個名字,大家經常都會聽到 但很多人都會不管他 覺得沒有影響生命危險 就是覺得他 今集道教養生 我們請來姚飛龍醫師 來和我們談談濕疹這個問題 姚醫師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人們的臉長一粒粒的時候 有些人說是暗瘡 有些人說是濕疹 究竟濕疹與其他皮膚病有什麼分別呢? 你好Fanny 其實暗瘡和濕疹在皮膚的表現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在了解濕疹的時候 必須和一些疾病進行一個區別 譬如有些暗瘡、接觸性皮炎、有些牛皮症 所以這些病在皮膚的表現和濕疹是很大的區別 作為一個醫師就要了解清楚不同的疾病進行去變成輪子 那究竟濕疹是怎樣的呢? 濕疹的時候中醫叫做浸飲蔥 飲蔥一定有些濕濕濕濕的東西 所以它本身因為不同的部位 我們會選擇吊化不同 譬如船衣蔥、瘦靠蜂、四彎蜂 這些就像現代醫學吊化在不同的 叫做耳汁濕疹、陰濕疹、陰濕疹、陰液濕疹 那近年來我發現好像越來越多人有濕疹 那為甚麼呢? 這個發病率越來越上升 跟我們研製的生活環境不同 形容很多化學產品、精神緊張 或者飲食的習慣改變 而發病率越來越上升 明白 那大家現在可以看看螢光幕 我看到有濕疹的圖片 醫師可不可以說一下 究竟有甚麼分別呢? 這些濕疹 好像我們研究沒有看到的 這個濕疹是比較輕一些的 因為是急性的 可能是一些接觸性 或者可能身體吸收了一些魚蝦蟹 而產生的 病情比較輕一些 這些比較嚴重的濕疹 這些是所有小朋友的 那它本身是急性濕疹 你看到它那個眼周 很多粒皮、迷爛、神髓 這些相對於急性期 是比較嚴重的濕疹 所以痕癢得很厲害 但是痕癢是否不可以去拗它? 是的,因為它本身濕疹是一種惡性循環 濕疹,皮膚的損害就會越嚴重 而且這種失疹的病人 一定要留意 它沒有情緒,不要太緊張 而緊張的時候濕疹 濕疹的時候 皮膚的破損就會很嚴重 所以會腎水或者結痕 更加嚴重一點 所以當這種情況沒有濕疹 可以掃一下掃它 或者用清水 或者用冬水、用邊敷 都可以改善這種痕癢的症狀 嗯 那急性和慢性的濕疹有什麼分別呢? 急性期和慢性期的濕疹 它最大分別就是皮膚的改變 以及主觀症狀的一個區別 比如主觀症狀量呢 慢性的濕疹可能在痕癢的程度 不會那麼決裂 譬如我有時痕癢 掃一掃它 或者我做其他事的時候 又忘記了 這些慢性濕疹就會輕易地過了 如果急性期的痕癢 一定會痕癢 一定會痕癢 一定會抓 有時會痕癢皮膚 這是一個主觀症狀的規別 如果在皮膚的改變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急性濕疹 你會看到它濕淡淡的 表面 就像螢光幕看到的圖片 對,像螢光幕看到的 如果慢性的 它很明顯的 它會產生一些色素的沉著 你會看到皮膚一塊塊 它的顏色會比較暗 本身是比較 有時會脫皮 嚴重一點 有時會痕癢 你會看到整身 會脫掉一些碎皮 這些都是水分性的 最主要是在顏色方面 會比較暗一點 因為它本身是反復發作的 所以皮膚的損害會明顯一點 所以會看到有出血 有時有結痂 有時有色素沉著 很容易 同時間都會表現在皮膚上 這些都會屬於一種慢性的 全球首個道教電視頻道 道通天地 www.taoist.tv